早期人口不多 許多地方排雪溝規劃又窄又淺 而現今人口增長 縣內多處住宅旁排雪溝已不復使用 位於南投市 負心路段一觸相到 當地居民長期保守排雪不良的困擾 議員由宏達接獲民眾陳情 今天上午特地前往會堪 來太淺 太淺 造成到現在的環境的變遷 我們的白水會來造成淹水神祭 排水系統負荷不了 所以說我們今天特別請到我們的 相關團員來做到負責 並且聽到我們在地的鄉親市長的意見 要怎麼將我們的白水膏跟我們的白水設施 來做完善 讓我們南投市的貴民 可以不要受到這個淹水之苦 此處居民表示 大雨颱風天都會造成淤積淹水 嚴重甚至雨水流入民宅 造成家中財產損失 怕能將排水溝重新規劃設計 改善長期來的排水不良問題 希望政府、幹部單位 是說我們工作 要來做一次 像南投市的白水設施 包括我們航空的水膏來檢討一下 因為以前我們的股建築 跟我們的販處在蓄的時候 白水膏的設計 到現在來 營動都負荷不良 明顯不足也比較細調 我們就要來重視 不要說我們每個荷水機 或是說現在蓄的變成 我們的漏大荷 做成了白水不良 就來淹水 甚至淹到人家裡面 議員尤洪達 重視民眾新生 呼籲相關單位 盡快改善 有效提升排水效能 將設計不良的排雪糕重新規劃 不僅解決民眾困擾 也能美化勢容 提升鄉親的生活品質 民意新聞簡易分 南投採訪報導 我們公開 我把它改善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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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